郑文灿疑似任内收贿涉摊 遭到桃园地院二度裁定 以1200万元交保 高院今天撤销原裁定 发回桃园地院跟裁 住民不得再抗告 民众党立委也爆料 郑文灿2017年收了500万元之后 是亲自主持会议 目的权是为了要处理农地变更 一路帮忙开绿灯 郑治行贿者还能上达天厅 找上总统府一路交办下来 给行政院跟相关部会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嫌任内 在林口特定区计划收回500万 法院二度裁定1200万元交保 检方当庭抗告 高院10号撤回原裁定 发回桃园地院跟裁 但住民不得再抗告 民众党立委爆料 2017年郑文灿收了500万后 紧接着就亲自出马主持 林口特定区计划案的会议 还向行政院争取核定 要把农地划入工业重划区 等于一路帮忙开绿灯 郑文灿很认真 收钱是有办事的 亲自主持会议 农地我要争取核定为 国家壮大建设 还很贴心的交代 有点一二公顷 记得要纳入 收了钱以后就认真 立委还惊爆 行贿者还上达天厅找上总统府 总统府2017年12月回韩 韩请行政院处理 上面还有当时秘书长吴钊写的用意 行政院则回复表示 会依总统府舒涵办理 立委怒轰 涉探案恐怕还有其他高层 案中相助 廖俊松关系很好 除了找郑文灿 送他500万 还找上我们中央政府 时任总统府的秘书长吴钊写 马上下条纸 找完了总统 行政院交代下去 经济部 内政部 火速核准 农业区变更成第二种产业用具 第五种住宅区 虽然已经改朝换代 但总统府还是澄清 这是错误连结 行政院更批评 立委是看图说故事 但周刊在爆料 根据掌握到监听的议文内容 白手套把钱送到郑文灿 当时的官邸后 曾跟老婆通话 妻子问你有当面拿给他吗 他还回说把钱塞在桌子底下 行贿证据如此明确 甚至还被拍照 为何蔡英文执政时期会被签结 连申请搜索都被拒绝 外界纳闷 蔡政府过去八年的争议弊案 是否能真正摊开 还是就像绿媒大喇喇 违反侦查不公开 似乎也没有人管 记者中车男黄一峻里就也